立正 走你 請坐 我是主要介紹一下 我是台湾民進府 司法部林明信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 台灣原民組的一些介紹 還有一些過去的歷史 我們未來的一些願望 首先我簡單給各位介紹 我們台灣這堆土地 用議員用語氣下去區分的話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組 包括平埔組 包括之前講的高山組 我們一共可以分成四個語系 第一個語系就是那個 八丹語系 就是那個 達悟族的 在蘭嶼那個地方 昂陶書 以前叫做昂陶書 再來就是泰雅族的語系 泰雅族有包括 泰雅族還有太魯閣族 還有塞德克族 最近的那個 塞德克巴萊 他們用的就是 泰雅語系的語言 然後再來是州語系 州語系的話 有包括 盧凱族 有包括 泰雅族 啊 州族 他比較特殊一點 他們有 目前還有三個部落 三個部落的語言 目前是不相通的 他們一樣是州語 可是他們 互相之間的語言不一樣 這個 牽涉到我們 更早之前那個 交通上面的不便 那個 同一個族系的 他們後來演化成 他們本身的語言 不是很相通 再來就是排灣語系 排灣語系是 台灣最大的一個語群 那個包括阿美族 包括排灣族 包括布農族 北南族 塞夏族 邵族 格馬南族 薩奇萊雅族 還有所有的平埔族系 他們用的語系 通通都是排灣語系的 這邊要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更早之前 我們那個 目前 目前 到目前 從那個明朝清朝 到現在 目前 那個 流亡中華民國 到台灣來 他們用的 是用高山族 平埔族 在跟我們做區分 這是政治分化的 政治分化的作用 主要是要把我們 分開 把我們的那個族群 做一個族群的議題 他們常常在 選舉的時候叫 不要叫別人 不要炒作族群的議題 其實他們一開始 從頭到尾 都是一直在炒作族群的議題 我們現在目前 台灣民政府這邊的用法 我們是把 這個是暫定的 暫定我們當初的高山族 現在把它改成原住民 原來的主人 台灣原來的主人 平埔族就是原住民 就是我們在五千 四五千年 從南島語序那邊移過來的 那個住民 我們這才是真正的 世代相傳的正統學脈 台灣的原民 是屬於南島語序的民族 在台灣用族群的地理位置 可以分兩個姿系 就是剛剛所講的 那我們目前的 在平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就是平埔族系的 平埔族系 他們目前有十個族群 更早之前有十四個族群 十四個族群 有些已經都不見了 有些是文化都已經消亡了 其實我們大家 大部分的人 都是屬於平埔族系的 然後在地理位置上 還有山區的那個原住民族 目前有十四個族群 其實還有兩個準備要 要自己再分出來 目前大家都還在努力 現在簡單介紹 那個原住民的平埔族文化 當初那個語言學家李仁奎先生 他把平埔族分為七族十四隻 那從那個北部這邊 開始這邊有凱達格蘭族 就是我們那個 包括那個更早之前這邊的 龜山這個地方的龜輪族 到那個基隆那個附近 那個凱達格蘭族 宜蘭有一部分 再來就是宜蘭那邊的 那個格馬蘭族 再來是那個 由北 我介紹由北到南 那個苗栗的道卡斯族 再來就是那個 還有巴布拉 再來就是巴布莎 貓屋宿族 也有人稱為貓屋宿族 再來就是嘉義雲林的 洪安雅族 也有人稱為洪雅族 再來就是希拉雅族 希拉雅族 就是那個台南 還有那個高雄 那個一帶 那再來就是屏東的部分 是那個馬卡道族 馬卡道族跟希拉雅族 還有那個大滿族 他是其實是同一個 那個希拉雅族系的 那貓屋族人 他是崇拜靈魂的民族 他主要是要敬拜祖先 他們不會拜那個神明 也不會拜 更早之前他們也不會 有那個所謂的 西方的一些宗教的思想 更早之前他們只崇拜自己的祖先 那他們最最經常可以看到他們的那個風俗習慣不一樣的 就是他們用這個四壺的那個四壺 這個壺就是那個那個開口比較小 開口縮小的那個壺 酒壺也有人在用 那個沒有沒有說一定要用什麼顏色什麼材質都沒有區分 那當初的那個賈仙的那個小林村 我這邊特別要介紹小林村 就是因為他平埔族文化的園區 第一個建立起來就是小林村 這是兩年前被滅村的那個位置 那個地方兩年前之前 還沒發生八八風災的時候 那裡是最多那個大滿族的後裔 在那個芝那的清草的中葉 那個遷徙到那個小林那一帶 那個地方比較偏遠跟外界那個交通不易 所以那個地方保存滿完整的一個平埔族文化 那平埔族人有一個叫做那個公蟹 公蟹那個我用台灣話念 他叫公蓋 公蓋 他這個本身他是 他是他的那個整個類似我們的那個整個社區的 那個思想還有那個文化的中心 就像現在的廟口 以前就是現在目前的廟口 那我們那個工蟹裡面有那個王儀 就是專門幫我們那個族人在那個做法問譜的 那個人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那個那個宗教的一個 那個算是他的那個整個信仰的一個領導者 那平埔族人他們守護神是阿利祖 也有人稱為阿利姆 他們都是放在那個太祖的那個工蟹裡面 他們沒有在拜那個芝那的神像 沒有在拜三太子 沒有拜那些象徵物 然後他們會把那個神的那個類似象徵物 那種那種市府更早之前是放在大廳的那個左邊 大廳的左邊 這邊簡單幾張照片跟各位介紹 這是那個日本時代他們那日本人所拍的那個平埔族人的那個樣貌 再來這邊是平埔族人的婦女 然後這是他們的服飾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那個他們市府的一個狀況 這邊有一個那個類似那種插香的那個香爐 其實這個更早之前是沒有的啦 這是被那個中國文化所污染的 所以後來就是插香對白 以前是沒有這回事的啦 沒有用一個只有一個湖啦 上面會綁紅線 就是這樣子拜而已 用沒有用那個香爐 香爐是後來因為漢民族的漢話 插香對白的結果 這裡是小林村的業績 更早之前的 那平埔族人 那個古早的時候他們沒有在分邊那個事實 因為台灣是四季族村的地方啦 所以他們就用那個刺痛花開齁 每開一次就是一年 就是一年狗 他們是看刺痛花 以前台灣是四季都有那個刺痛花好看齁 現在有 這個是那個在那個 那個小林村那個附近 還有當初有一個那個 那個阿力族的那個 那個地方齁 我們在那個地方種植刺痛花 那個平埔族人齁 是穿白色齁 然後為那個跟日本人一樣 白色是高貴的顏色 阿中國人是喜歡用紅色啦 不過我們平埔族人的業績齁 是穿白色 然後代表對祖先的一個那個敬重 然後 這一張圖片齁 這是那個我們那個平埔族業績的時候齁 那個用牛車啦 或是用那個手腳啊 手腳就是兩個人去抬那個 那個村子裡面的騎勞齁 這是代表說我們那個平埔族人齁 他對那個老人齁一個敬重的一個態度齁 老人是我們那個的智慧的來源齁 我們都是平埔族人都很敬重老人齁 不是中國人所講的孝道齁 那個不太一樣齁 不過他們現在都已經把我們汗話說齁 我們這麼做是那個孝道齁 其實不是齁 我們這個是敬重老人齁 包括社區的老人齁 他們的孝順只有孝順他們自己的父母親齁 不是說連別人的父母親都會敬重齁 我們台灣的平埔族人齁 他會很敬重村子裡面的老人齁 不是他的爸爸媽媽他也很敬重齁 不是他的阿公阿嬤他也很敬重他 所以他們在業績的時候齁 如果這些村子裡面的老人齁 那個長者齁他們還沒到的時候齁 那個業績是不可以開始的齁 業績是不可以開始的齁 我們就是那個這張圖片齁 可以很清楚看出來 這是我們當初放在那個小林村的一些文化文物齁 那些現在都已經不見了 剩下這些圖片齁 我們那個平埔族人齁 那個都會用一些自然的工法齁 用一些自然的材料齁 有當地有竹子我們就用竹子 當地有木材我們就用木材 有石板我們用石板齁 這一張齁是那個象徵物齁 我們是用那個馬祖齁 然後上面就綁個那個紅布齁 有些綁上紅線齁 我們的那個神像齁 如果可以稱為神像的齁 就是只有這樣子而已齁 一般的話我們是也沒有啦齁 然後我們的祭品齁 包括那個 敬拜祖先的祭品 包括檳榔 包括米跟酒肉齁 這個是昂儀齁 然後這個是那個 平埔族的標旗跟天梯齁 這個跟那個道教不太一樣的是 就是他們下面這邊沒有四季的那個神明齁 他們在道教的祭祀的那個儀式齁 會在下面這邊綁上那個四季的神明齁 代表說他們那個四季的神明 全部都請到齁 我們平埔族的那個標旗齁 跟那個道教不太一樣齁 我們就是一樣是頂天立地 流頭流尾齁 那個上面請那個上面的那個阿力祖神明齁 下面是請我們的祖先齁 都到那個我們那個祭祀的地方來齁 我這邊要簡單跟各位討論一下齁 所謂的那個台灣人的祖先齁 那個當初有在講說 只有登山公沒有登山馬齁 有些人就以為說我們是那個登山公的那個後代齁 所以我這邊要特別再提出來跟大家 大家研究一下齁 沒有其實我們的那個 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馬這句話是說齁 沒有來自唐山的那個我們台灣人的血緣 也沒有來自唐山的男人也沒有唐山的女人 其實我們台灣的那個台灣人齁 就是平埔族人齁 就是爺鄉對白齁 跟他們敗酒了之後變成是被他們漢化去的 其實我們都不是中國人齁 這句話的意思齁 那個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馬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台灣人根本沒有混到中國人的血液齁 台灣人不要認賊錯夫 數點望主齁 那個我這邊簡單跟各位解釋一下齁 我為什麼會這麼說齁 中國古代的階級很分明齁 這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他們很講究的是門當戶對齁 他們當初的那個清朝明朝齁 還有那個更早之前齁 有一些那個來台灣管理的官員齁 把他們的下一代齁跟我們台灣人的下一代齁 做通婚的動作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齁齁 那個其他的水型這些管理的官員齁 那個過來的兵齁齁 這些都是當初在中國齁齁齁齁齁 在於津納那個地方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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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d olvid 不會讓他去當兵 因為那些本身他就有一些缺陷 或是個性上的缺陷 然後那些中國人 因為他們過來之後 過來之後那些有一些官員 帶著一些兵 不可否認他們是有過來台灣沒有錯 可是他們因為常常他們的 沒有台灣我們這塊土地的那個環境的DNA 所以常常會生病 在台灣被解職之後 因為常常生病 被解職之後 就跟那個海盜啦 跟那個乞丐為伍 然後最後就成為羅漢角 羅漢角 羅漢角就是那個 當初的長三缸 我這邊把那個 那個清朝 有一個 這是清朝的時代 有一個 那個叫做進羅漢角的那個 習俗的一個碑文 這是證據 證明說 我們那個 羅漢角 那個長三缸 他不可能會跟我們同溫 他這是乞丐 這個是乞丐 這是日本時代的 這一個是那個清朝時代的 清朝時代的那個 那個當生光棍的自那人 乞丐的稱號叫做羅漢卡 我把這邊有做一個很 比較詳細的一個碑文的那個超路 這是乾隆四十四年的碑文 剛剛這一個 這個碑 這是乾隆四十四年的碑文 當初他們來管理那個台灣西部 三分之一的土地的時候 有很多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羅漢角 就是他 貼在台灣 又沒有錢 然後又生病 他們就會 那個結黨成群 日為流蓋 夜行屬竊 就是會去偷東西 然後 生窮寄生 米 鎖部的 整天米 綿綿綿綿 然後要做工作 沒辦法做工作 然後他們 如果有同伴死掉了 有乞丐死掉了 他們就拿著他們的 帶著他們的那個 乞丐的那個朋友 死掉那個朋友 四處去 那個各個莊頭 去跟人家分 分錢說要 把他 要安葬 因為我們那個平埔族 我們那個 台灣的本土台灣人 是比較善良的 看到人家 那個遇到災難 然後沒有錢可以埋葬 所以他們都會 會掏錢 會這樣子 結果掏錢掏久 他們習慣 然後只要有人死掉 他們就會很高興 他們就帶著那個 乞丐的屍體 四處去化園 四處去騙錢 這一個就是他們的 那個當初的那個行徑 被 那個 這邊有好幾個人 連署 去跟那個 那個他們的官服去告 所以我這邊要跟各位 澄清一下 所謂的那個 登山岡 是沒有這一回事 登山岡 其實沒有混到我們台灣人的學員 再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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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原祖民的部分 原祖民 更早之前被稱為高山族 這個是1945年二戰之後 中國流亡政權對台灣族的那個 那個總稱 那個後來他們有改成為原祖民 不過我們現在 要把他還為他的真正的定位 他是台灣真正的主人 所以我們稱為原祖民 那原祖民的部分包括布農族 那我們在台灣的那個 除了四個語氣之外 其實每個族 一族跟一族之間 的語言 用的語言都不太一樣 我們是 很類似 是 那個不會完全一模一樣 包括像我們 台灣有一些 有混到那個 那個客家文化的 一些 我們現在 有些 在外面目前還有人 說是客家人 他們還有分為北克南克 他們那個語言 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這邊 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像那個 那個台灣語氣的部分 目前幾乎每個族群 都有自己的語言 那像泰雅族的話 他還超過十個 他們族群跟族群之間的語言 還有他的那個腔調 都不太一樣 我介紹一下那個 目前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那個地理位置 那當初有一個原民 那個澎湖州 我們現在 為了那個 那個 那個原住民 原住民 跟原住民的權利 我們在2007年 聯合國那邊 有通過一個 那個9月13號 有通過一個 聯合國原住民權力宣言 那世界的各國 196個國家 現在目前都有按照 那個規定在處理 就是要把這個土地權 還給原住民 這是趨勢也是潮流 所以我們那個 當初我們那個 有看到這個2007年的 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把那個 那個澎湖州 當初的澎湖州 把他併到 那個高雄州去 然後成立一個 正式成立一個 原民州 原民州 這個是目前 那邊 對不起 那個因為 最近天氣的關係 有點 可能不是很好 這個是目前 流亡政府 他幫我們 那個原住民 原住民保留的一些 那個 所謂的那個 原住民的 那個自治區保留地 這是 這張圖是從那個 原住民州那邊 那個 目前的那個 原民會那邊 拿出來的 這些土地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些土地全部都是 在三角下 在那個 山坡上 不然就是在海邊 那個 就像那個小林村一樣 他們都居住的地方 都是在 危險的地方 然後政府在勾結財團 然後BOT出去 然後再把 這些土地 做一個很大規模的 一個破壞性的 一個建設 那造成的後果就是 土石流 經常就是因為土石流的關係 那造成我們的那個 原民 流離失所 為了部分財團的利益 讓我們的那個 台灣的 那個真正的主人 面臨他的那個 目前的那個狀況 這個就是 這個 那個紅色的部分 是目前 剛剛就是剛剛這一張的 那個目前的保留地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有做一張圖 就是 他的 把這個 這個 紅色的那個 原住民的保留地 跟那個水源保護區的範圍 把它重疊 我這邊就要顯示出來 就是說 因為這個水資源保護法 它 規劃的這些地方 是不能進行開墾的 所以我們原住民的這些地方 只要有重疊的地方 像這個地方 這個區塊 這都不能開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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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個是國家公園的範圍 當然國家公園 是被他們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所限制 這些地方 通通都不能開墾 再下一個 這個是林區的部分 目前就是那個林務局 設定為保安嶺的範圍 這些地方也通通不能開墾 我現在畫到這邊 都不能開墾 其實我們被這三個法令所綁住的話 我們原住民幾乎沒有土地可以用 我這邊有註記 保留地幾乎完全不能開墾 那原住民留在家鄉 還能夠靠什麼生活 台灣原民主保留區都在山坡上 或者是山腳下 危險的地區 是真的是在保護 或者是在消滅我們原住民 然後把原民主 驅離祖靈的地方 失去土地的原民主 被迫要進入別人的文化領域 被迫要使用別人的語言 被迫要習慣別人的方式 被迫要成為社會的弱勢族群 甚至變成社會的邊緣人 最簡單的 我們那個原住民 他們沒有過年這回事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慶典 那他們被迫還要參加那個漢人的過年 那過年回去 他們村子裡面也沒有像漢人那樣子 大肆的慶祝 那真正自己的那個 那個慶典的時候又不能回去 這是非常的 那個沒有再尊重我們那個 那個台灣原始的主任 然後在民政府的轄下 已經成立那個州級的政府 直接讓原民主擁有土地權 州立法權還有司法權公平的預算 文化教育那個智慧組織 通通都是很公平的 目前在中華民國的預算裡面 我們原住民的預算 還不到總體預算的70% 那我們現在目前分成那個六個州 再加一個中央 至少原民族現在可以增加10倍的預算 這是第一點 再來就是 我們要看那目前那個國家公園 對原民族的態度 他要求千春 那個大陸 那個國家公園的大統大理部落 我是由這個作為那個講題 他佔用那個原民族的保留地 是誰去侵占誰 既然是保留地 那為什麼還要化到國家公園管理處去管 既然是保留地的話 那為什麼不要讓那個原住民可以在那邊開墾 甚至打獵 甚至連採集野菜都不行 連捲蝸牛都不行 都有人被告 這是目前的那個政府 我這邊有寫 我們在原來的獵區狩獵 為什麼違法 他在破壞我們的那個原民族的文化傳統 我們在部落裡面 土地上面種植農作為什麼不行 連種植農作都不行 那我們留在那些地方要做什麼用 採野菜也不行 採集玫瑰石也不行 通通都不行 那原住民只好怎麼樣 只好離鄉背景 到城市裡面去 幫人家做一些比較 那個粗重的一些工作 被人家欺壓 這是我們那個目前原住民的 遇到的一些狀況 到現在也沒有改善 當初日本時代 交到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目前流氧政府的手中的 原住民的人數一共有一百二十幾萬人 到目前的統計為止 差不多剩下五十六萬 五十八萬左右 那為什麼 我們的人口一直在增加 為什麼原住民的人口 反而是剩下一半 因為我們所有的原住民 都在面對危險 幫人家欺壓 那些就是自然就除擠 那被自然所除擠 然後被迫離鄉背景 去做一些比較危險的工作 去下水道 去做那個排鷹架的工作 死掉了 那就是錢賠一賠就沒有了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那個 從當初的那個台灣 從那個人口從 那個六百萬 然後他們那個 中國那邊移民 差不多一百 一兩百萬左右 接近一千萬的人口 裡面一百二十萬的原住民 現在是 現在台灣的人口兩千三百萬 居然我們那個 台灣的那個原住民 剩下五十六萬 這個數字 我是希望提醒給各位 我們的原住民 那個被破壞得非常的嚴重 被破壞得非常嚴重 然後我這邊 這是一個簡報 這是那個原民州長提供的簡報 那個馬英主來訪問花蓮的時候 我們去跟他 嗆說我們要跟他要回這個土地 一直以來 我們的 都沒有土地所有權的流氓政府 去跟他要土地 其實 中華民國他有土地 他有主權 他有土地所有權 他通通沒有 可是我們為什麼要一直跟他要土地 這是錯誤的方向 浪費我們的時間 也浪費我們的精神 每次抗爭 只是讓大家同情你 可是你有沒有解決掉 這整個實際上的狀況 如果像我們 我們目前這些 有來這邊受訓的學院 很清楚知道 我們台灣真正的地位 還有我們真正的主權所在 我們才能夠說 要去跟誰討土地 其實我們台灣的主權 又不在中華民國身上 那何必 每次都要去耶穌凱道 要去跟馬英九要 要去跟之前的陳水扁藥 當然我不是說 只講馬英九不好 其實中華民國通通都不好 都是錯誤的方向 大家的抗爭都是 浪費很多的精神跟時間 我這邊簡單再講一下 那個 我們在原住民的那個 跟原住民有關的一些歷史的 嚴格 這邊簡單講一個叫南俠之盟 這個是跟我們台灣的地位 也有關係的 南俠之盟 之盟是那個西元1867年 美國有一個商船叫做羅發號 the rover 在那個台東外海觸礁 然後當初的那個船員上岸的時候 被屏東的排灣族 物為海盜而割殺 為什麼會 物以為他們是海盜 因為美國人 看起來金髮藍眼睛 跟那個西班牙的海盜 看起來很像 因為那個時候西班牙 他的那個海盜很多 也常常上台灣來掠奪 所以他們看到金髮藍眼睛 都視為外出人 他們一律割殺 後來美國政府 就像那個當時候領台的那個 清帝國抗議 1867年的時候 去跟清帝國抗議 你們台灣的人怎麼 你們的領地台灣的人 怎麼可以殺死我們美國人呢 而且他是商船 又不是那個海盜 然後他們又沒有攻擊性的武器 後來清帝國推卸責任回答 房僚到鵝卵比是不在於版圖 沒有在他的版圖裡面 所以可以清楚看到 1867年南俠之盟簽訂之前 那個清帝國是沒有那個 台灣的完整的版圖的 他只有在台灣的西班牙的 三分之一的土地在開墾而已 在那邊收稅金 在那邊收稅金而已 然後後來就是派了一個代表 跟南排灣的18社代表 那個簽訂一個叫南俠之盟 南俠之盟 那個他的內容是要求外國人 沒事不可上岸 海難登陸的人員 必須擠紅旗為號 否則格薩勿論 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南俠之盟是訂成這樣子 訂成起來 感覺好像不是美國很強勢 好像是我們台灣很強勢 為什麼 因為整個羅法號後續引發的那個美國 那個跟清帝國交涉之後 那清帝國他推卸責任 後來美國就派了海軍 海軍艦隊 就準備就像那個排灣族宣戰 就像排灣族18社宣戰 那他們那個 從那個美國那邊 派了海軍過來 在我們那個 俄蘭比外海的時候 看到我原住民 就宣戰了 可是後來發現 欸 不對 他們的武器怎麼都是原始武器 這美國人 那個打仗是非常有格調的 他們如果說 大家如果有看西部片 如果兩個人 兩個男人要對決的時候 你沒有武器 我有武器 我把武器丟給你 那我們各往後走十步 互相開槍 我不會暗殺你 也不會做不對等的戰爭 那看到的原住民 拿著弓箭 拿著石頭 拿著削尖的竹子 他手上是毛色步槍 他毛色步槍打贏那個原始武器 那算贏嗎 那不算贏 後來他就想說奇怪 怎麼會 怎麼會都是原始武器 然後後來他就派了那個副艦長 副艦長就搭了小船 然後就想說靠近一點 看看有沒有 後面有沒有人埋伏 結果 沒有靠近沒有事 靠近之後 那排灣族的勇士 他就對他發了一個箭 就向他射了一箭 射了一箭剛好中的那個眼睛 就射中眼睛 所以他有攻打的事實 美國有正式宣戰 那排灣族有正式的那個回擊 所以 因為美國被那個打撞了之後 他也沒有辦法回手 因為他用毛色步槍去打那個排灣族 他是違反那個戰爭平和 所以他們後來就撤退了 撤退那這場戰爭是誰贏 排灣族贏 台灣的排灣族是第一個 打贏那個美國海軍的那個艦隊的一個 是世界的一個 所以他們就 戰 打贏的人可以講話 打贏的人可以講話 他們就是要求說 外國人沒有事不可以上岸 然後登陸的人必須要舉紅旗 這份那個核院目前還在那個 美國的國會圖書館還有屏東敘海 在那個英國的那個大英國館裡面也有一份 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以戰爭戰敗者身份簽署的那個國際條約 在那個後來他們派了一個那個 派一個禮浪禮 後來來台東屏東換文 換文之後他們想說 既然這個藍小之盟訂了之後 那我們必須要 因為羅帕號就是因為觸礁而擱淺的嘛 他希望說那可不可以那個排灣族賣給他土地 讓他們蓋一個燈塔 那以後他們的船經過那裡 經過那個鵝鑾鼻外海就不會發生那個傳染 他們是針對事情在處理 不是說就真的就是要打下來 沒有啦 因為出銷原因就是很簡單 就是他沒有看到礁石 後來在那邊弄了一個鵝鑾鼻燈塔 其實鵝鑾鼻燈塔更早之前是美國所建設的 買土地的錢是給那個排灣族的 不是給清帝國也不是給日本 是給當初的那個排灣族的人 然後到了1871年 那個藍小之盟已經簽訂了 他已經講好了 那個如果沒有發生傳染 必須要在台灣地區必須要舉紅旗 人家才知道你發生傳染 後來在1871年 牡丹社的排灣族 因為那個琉球 這是因為琉球 琉球就在我們的那個 在那個東北東北方的方向 他們都是漁民組織 琉球算是一個 當初是日本的附屬國 那他們的漁民 一樣就在一樣是在那個 那個牡丹社那個外海那邊 就擱淺了 擱淺之後他們也沒有拿紅旗 然後按照那個 他們當初的那個 那個 南小之盟的簽訂 就是一定要舉紅旗 才是 不視為海盜 然後他們的漁民 在那個地方 因為沒有舉紅旗 又被排灣族給殺掉 然後日本也是向滿清抗議 當初是 那個1871年是滿清的時候 那滿清的大臣 這個茅廠西 他就回答了 正式回答 身翻據我話外 法語不法 為貴國制裁之 千萬是在那個 沒什麼關係 你如果要打不打 讓你們自己決定就好 不用來跟我們問 我怎麼舉這兩個例子 就是很簡單 在日本那個 馬關條約簽訂之前 很清楚我們可以看到 在國際上看台灣 根本是不是主於中國的 然後台灣 也只有三分之一 西半部的三分之一的那個 部分是 清帝國在收稅 用在那個台南 高雄 還有那個 那個嘉義 嘉義廳後來收到 收稅收到新竹 那個新竹那邊去 淡水廳那邊去 他們只是來收稅的 沒有建設 所以 我們從這兩個 例子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當初 在國際外交上 那個 清帝國是沒有把台灣 台灣視為他的領土 中國人也不會為台灣人而戰 那當初的那個 南俠之盟 那個美國直接攻打台灣 然後被我們台灣人給打回去 一箭就打回去 那牡丹色事件 中國同樣沒有替我們台灣人作戰 一樣 讓我們直接去面對那個日本 那當初日本 沒辦法啦 一定要出兵啊 因為當初 劉球是有對他做朝貢的 是他的附屬國 後來 在我們那個 台灣那個 那個 牡丹社 那個狼橋那個地方 發生了很大的一個戰爭 那時候台灣主被殺了不少人 在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那個 從1895年的馬關條約到西萊安事件 這馬關條約 那個生效的以後 1915年 為了那個 西萊安事件是 那個 那個 台灣人 抵抗日本 接收的最後一次的戰役 一共 前前後後一共20年 馬關條約 那個 大清帝國 那個皇帝 把那個 台灣的 那個土地 連同那個 不是 清帝國的那個 三分之二的台灣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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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番地 就是我們原屬民的地方 全部都割給人家日本 躲在後面偷笑 因為他的 他原本是要割整個朝鮮半島給 那個 那個 日本 可是因為朝鮮半島 他們是那個 他們 他們族群跟那個 就是滿清的人 他們種族是 表親的關係 是因為他們表親的關係 所以他們不希望 那個 割讓那個 韓國 那就把 跟他們無相關 那個台灣 就把他割讓出去 給 給那個日本 所以 日本接到 台灣的時候 也不是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拆事 因為他們後來 發現 大清帝國所講的 台灣只有三分之一 西半部的部分 東半部的 三分之二 全部都有設人子官 人都不可以進去 進去都會出場 那是人家的土地 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所以他們日本人 從 那個前前後從1895年 接收到1915年 他們更早之前 是派了一個 白川宮能久親王 親自過來 當初是東宮太子 原本是他要當天皇的 結果他來接收台灣 死在台灣 他也死在台灣 那這20年的時候 那日本人吃進了骨頭 那個跟台灣人對打 一共花了20年的時間 結果呢 那個 那個 到那個1915年 打完之後 這個時間 我們這20年的時間 本土台灣人完全沒有任何 支那 支那其實是秦 我們那個日本話叫做秦 雞拿 或者是那個 外國勢力的幫助 甚至 那個 期間的抗日三盟 一個叫簡大師 林少茂 和鐵虎 這三個 那個簡大師 他在那個抵抗那個 他是因為他的 那個中國的情節 在反抗日本人 結果他失敗之後 逃到福建去 那中國 清帝國 他沒有提供政治庇護 還把那個 還叫那個清朝的官員 把那個 簡大師給逮捕 逮捕之後 送為台灣 交給日本出使 從這個時候 我是 我這邊跟各位 再講一下 從這個期間開始 從那個 南俠之盟 從我們那個 後續的 牡丹社事件 中國從來 不幫台灣人作戰 他從來沒有幫我們 打過任何一場戰爭 然後我們一直在台灣這邊 宣稱說 我們台灣人是中國人 這是非常的 被 數點望主 我是覺得是 數點望主的行為 我是覺得 這個簡大師 被送回來台灣出使的 那個時空 台灣人就應該要清閑 可是到現在還沒清閑 很多 當然 我是希望說 藉由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一下 從這個時候 我們就 我們還 台灣人必須要 再為我們自己的 中國情節 而 去跟那個 日本抵抗 要跟美國抵抗 這應該本來就是要 完全斷絕 從這個時候 後來 那個日本人 他發現說我們台灣人 跟他抵抗的 也是傳統的農具 一些削尖的竹子 弓箭 或者是一些 那個 低頭盆 去跟他們 做毛色步槍在打 薩德克事件 就可以發現 我們都是用一些 比較傳統一些東西 當然我們去 會搶他們的槍 我們才有槍 不然我們是完全沒有槍 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願意支援我們台灣人 那個時候 日本 深受本土台灣人的強忍 跟忠誠 還有刻苦耐的特性 更憂鬱 他們覺得我們台灣人更憂鬱 他們的那個 武士道精神 因此在西來安事件 你們台灣人不打 他非常的敬佩台灣人 既然你們沒有任何的 那個先進武器 居然能夠跟我 小小的台灣居然能夠 跟我抵抗20年 後來他覺得說 好吧 既然不打了 那我們大家 不要再打了 那我 日本派一些貴族的孩子 青年男女 過去給你們當媳婦 給你們當那個女婿 你們 相對的你們那些 那個酋長頭目的那些孩子 也派一些過來我們日本這邊 變成我們日本的貴族 所以他們當初在日本 那個 接受台灣1945年 那個西來安事件之後 有那個所謂的貴族聯姻的 那個作為 後來這件事情 那個 在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廖姓的 那個立委 我不要講他的名字 那個 從這個歷史 他在 他跟那個媒體表達 原住民 很多都是雜種 他講我們是很多是雜種 這是事實 當初是 日本 因為覺得我們台灣人很好 他們想要改良品種 也想要把這個文化做一個融合 改良他們整個 提升他們整個日本文化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聯姻 那現在 那個 國民黨的立委 說這個叫做雜種 由此可見 流亡政府長期以來 對原住民的態度 他們在台灣已經執政了66年 到現在還 這麼認為我們台灣 所以 那個馬英九說 他會幫我們當人看 我這邊 再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馬關條約 他的一開始的那個白紙黑字 是 他的所有權的那個形式 是由馬關條約一開始的記載 大清帝國皇帝 委任內閣總理大臣李鴻章 與大日本帝國皇帝 委任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所簽定 他們兩個互相派一個 那個 內閣總理大臣去簽定 那這份合約簽定完之後 那個台灣的所有權 會是放在李鴻章 或者是放在伊藤博文的身上 或者是放在天皇的身上 那當然是天皇的身上 他是被那個委任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主權 一直以來 從那個日本接收 那個台灣之後 在那個 那個馬關條約簽定之後 那個是 主權是放在那個日本天皇身上 那當初的日本天皇 是那個絕對君主制的 所有的國家的權利 一切都是他的 那究竟在和平條約 日本政府放棄的是 他的管理權 不是天皇 對台灣的所有權 大家可以去考證這句話 這句話的用意就是說 這句話的用意就是說 當初那個美國 那個壓制 那個用戰爭 壓制日本之後 那第一時間 日本天皇被 那個趕下神台 他就已經把他趕下來 那他的首相 去簽這個 那個 究竟在和平條約的時候 有代表那個天皇嗎 沒有 沒有 並沒有 他只有放棄的是他的管理者身份 而不是那個 那個所有權的身份 這邊簡單的 跟各位講 公司的經理不能代替 直接代替那個公司的董事長 簽訂放棄整個公司的所有權 不能把人家整個工廠 整個公司給賣掉 除非說他有董事長的那個 偽認狀 他才有資格去做這件事情 他才有資格去做這件事情 再來我介紹一下 時間的關係 那個我就不再詳細的介紹 那個馬關條約 這邊有一個那個 旅宋島戰役 我把它找出來 特地從那個維基百科找出來 那個當初我們那個原住民 有在日本時代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1945年 我們4月1號 天皇召書頒布之後 我們有取得 那個參政權跟參戰權 那我們當初 在菲律賓的那個戰役的時候 菲律賓對那個日本帝國來說 是一個非常有戰略價值的一個地區 因為日本公戰 他是針對美國一個明顯的打擊 因為當初美國在那個地方 設一個叫做柯拉克基地 那柯拉克基地 他一共有那個 那個 他們是那個三面環山 一面是那個開放的 那只要把前面顧好就好 那後面還有旁邊都不需要顧 因為那通通都是原始林 後來日本人就用那個 高薩義勇軍 就是我們台灣的 平埔族跟 那個原住民跟原住民的 那個聯軍 4000人 派4000人去幫他們日本人開路 開路就直接從那個後面的地方 直接 直接就攻到那個 那個 那個 柯拉克基地裡面 那槍聲大響的時候 美國人還不知道說 到底是這些 人是怎麼 怎麼冒出來 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們在那個地方 那個 死了 一共13萬5千個士兵 還有 227架的飛機 全部是全軍覆沒 這個 我要把這個事件提出來 就是說 我在猜想 是不是說 我們當初 那個 那個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要把台灣委任給 蔣介石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 他們在報這個 原仇 我們台灣人 那個當初 殺了他們 13萬5千個士兵 那個 他們在報原仇 那也66年 我們在這邊也呼籲說 那個美國 不要那麼會記仇 趕快 把這個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或者是台灣關係法 給撤銷 把我們那真正的地位 還給我們 時間的關係 我這邊再 講一下 最近的一些 發生一些狀況 原住民的過去 跟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這是那個 日本時代的那個 拍的照片 現在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那我們的未來 人數會一直 往下遞解 因為日本 時代 日本撤退 台灣的時候 那個當初有 120萬的 的那個 原住民 到現在剩下50幾萬 剩下不到一半 那如果再繼續 住在那個危險的地方 會 會 會對我們整個文化 造成很大的破壞 就像我們那個 那小林村那個 那個樣子 會整個滅村 失去土地的原住民 這個剛剛有講過 被迫會遷移到別人的文化領域 使用別人的語言 按照別人的作息方式 忘記自己的節慶 成為社會的冰原人 這邊 我這邊就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希拉雅的事情 這是我們去處理的一個事情 當初從那個 那個台灣 那個台灣地方法院那邊 有寄了一個 那個 那個 算是 一個拆除命令 說他們說那個 希拉雅族 他不承認他是原住民 所以他們 住在那個 新化的地方 新化林場 是切戰國土 是切戰國土 結果 希拉雅族說 我是原住民 那我當初要跟你登記 你又不讓我登記 你因為我沒有向你登記 你就否認我的原住民身份 那就要把我趕出去 這是不對的 後來他們互相搞 搞搞之後 你就知道 他們那個叫做 求援兼裁判 中華民國是求援兼裁判 當然會判誰贏誰輸 希拉雅族一定輸的 後來希拉雅族輸了 求救無門 我們就在網路上 看了他們的那次就會 會長也是很急於奔波 一直想要找個 找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我們在網路上 那個跟他聯絡 一開始他把我們當成是詐騙集團 一開始把我們當成詐騙集團 我們講了已經跟他 談了很多次 後來他們好不容易說服他過來 我們就知道 那你反正你的已經 8月26號就已經要拆除了 那就讓我試試看好了 我時間也不多 就去那邊就 把我自己的兩根旗子 這兩根旗子 我在那邊搜尋的時候 那個買的 我就 從家裡面拔了兩根旗子 因為他還沒來搜尋 他沒有這根旗子 我就把這兩根旗子 放在他們的入口 然後後來 就 一步一步的 等那個萬長老 他有來搜尋之後 再把那個國旗 那一面一面的 給他們那些祝福 每一戶的祝福都用 都把它掛起來 後來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這是那個9號祝福 他們都是先拆一戶 然後你這戶沒有動作的話 就全部都幫你拆掉 這是他們當初的狀況 這是他們的後面 前面是他們的住家 住家他們自己已經拆了一半 因為流亡政府跟他講 你自己不拆的話 我請一天 一天是四千五 短 對對對 一天十天就四千五 一台卡拉雞要幫你收多少 把你的家庭 把你收錢 這是 這是 目前在台灣管理的政府 就插上那個 美國國旗跟美軍佔領旗 插完之後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那個中興大學校長 我們那個7月16號去插 去插旗子 然後中興大學校長在 過了不到一個禮拜 迅速下台 蕭介夫 他在那個7月22號 21號的時候下台 下台正常來講 應該是要有新任的那個 那個 校長要交接 結果他新任校長還沒找到 後來聽說 那個我們那個15期的一個學員 剛好是蕭介夫他 那個李德才 李校長他弟弟的那個同班同學 他有在講 我在問說 為什麼當初要找李財德 因為李財德人在國外 不知道中興大學發生了什麼事 他就很單純接到李遠哲的電話說 有一個職缺要你回來接 就是中興大學校長 他說好啊 那我就趕快回來 等他回來的時候 那個是8月1號才上任 中興大學一職的校長 早了10天才交接 為什麼 因為我們插了旗子 他必須要找一個下台階 才能夠不插 不然的話會丟了面子 這是他們那個撤銷命令 我們去那個 他除了換下 那個校長之後 還 還那個 發了一個那個 用那個最速箭的方式 發了一個那個 那個撤銷執行命令 我這邊要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台灣66年來被那個中國的文化 教導成我們都對旁邊周遭的人 變成冷漠 其實這都不是我們那個平埔族人 跟那個原住民的那個天性 那我們這邊要跟各位講 就是我很欣賞的一個那個牧師 在納粹殺那個共產黨的時候 我沒有出生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那個納粹殺猶太人的時候 我沒有出生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納粹在殺那個天主教徒的時候 我沒有出生 因為我是新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 當最後納粹開始在對付我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要願意幫我出生了 沒有人願意幫我發出聲音了 我希望大家 因為這次有幾乎是那個 我們那個 最近有遇到狀況的一些祝福 有來參加授尋 我希望說 我相信我講的這些 你們心裡面都非常的 很能夠感同身受 當你們在吶喊的時候 沒有人願意去關心你們的時候 那是什麼樣的情境 這就是目前那個66年來 那個流亡政府給我們的教育 他要我們彼此之間不關心 我這邊要拜託 所有的在這邊受過訓的學員 你們必須要對你們自己的土地 對你自己的 這一塊土地的通報 要非常的關心 不要不問不問 你看到人家不公不義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辦法實際幫助的話 你要想辦法 打聽看看 誰有辦法幫你處理 不是就路過 就什麼事情都沒有 為了要照顧三更 別人的 小孩死不了 那種心態 一定要跟他割除 這是那個大埔事件的 推土機就直接就 把那個 那個 那個羊食 都已經快收成了 就把它給推平 他們也是去抗爭 他去抗爭的 所以像是他沒有 他是一個土匪政權 他不是主權的政權 他主權不在中華民國身上 結果他們去跟那個沒有土地權的人 要求 什麼事情 什麼都要不到 那我這邊 有簡單 有幫他們做了一些那個 規劃 因為我那個 我喜歡做分析 他犯了什麼法 他犯了什麼法 犯了很多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有時間 那個有 有興趣的人 可以慢慢看我這些分析 不見得百分之百 我覺得應該 他可以犯更多罪 那個國際法 那個人權宣言的罪 都還沒有放上去 我 時間的關係 不好意思 我再舉個例子 我希望說 大家把那個 那個旗子插在需要公益的地方 把那個美國國旗跟美國軍事佔領旗 插在需要正義的地方 你可以這麼做 你可以要求他們這麼做 插美國國旗 也不違背目前中華民國的法律 那你插了美國國旗之後 那警察也不會說去把你逮捕 也不會檢舉你 他的法律沒有規定說 插美國國旗不行 甚至五星旗都有人在 開著車子在那個 台北市那邊四處跑 那個我們那個自救最簡單的方式 就像希拉雅的案子 他沒有 他連土地藤本都沒有 他甚至還沒有被承認 他是原住民 原住民的身份 我們只是把他插上美國國旗 跟美國軍事佔領旗 就可以救他們了 那你覺得說 我們後面有沒有 一股很大的力量 這大家去推敲 因為我不能夠說太多 大家去推敲 因為這邊有住戶 有看到希拉雅的案子 這是他們做的一個執行令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流亡政府的行政院 下達行政命令 進行預標售人民土地財產 強制徵收 那立委 那田丘錦 還有一些立委 他去質詢內政部長 那個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江義化他答詢說 因為沒有法 所以沒有違法 這是那個 吳敦義 江義化他們的行為模式 他一直以來都是政王 很厲害 很厲害 一個政府因為沒法 所以他沒違法 這種為他經人說出來 末世國際法 我現在在這裡有在傳播 我在這裡把那個公民 把那個中華民國搶聲 你末世國際戰爭法 末世美國憲法 末世海牙人權第四號公約 還末世那個 世界人權宣言第17條 我不知道你除了這些 我除了用那個恐怖組織下去形容你 我也真的沒有其他的那個 那個字眼下去形容你這個流亡政府 連依法行政你都辦不出來 還敢在這張行政命令上面蓋章 蓋上運長吳敦義五個大字 那以後你們這個就是 你們的呈堂正共 你用行政 因為沒有法 你發了一個行政命令下來 就要把人家的土地 給強制掠奪 這是目前我們的政府 那我們居民 那個透過一個我們的一個網友 田中生生生生生 那個Tanaka先生 那個我了解 他是日本交流協會的一個成員 他就在這個地方 這是那個牛角坡的地方 那祝福這一次有來三戶 我們在這個地方 插上插滿了美國國旗 還插上了美國軍事佔領旗 就在這整個區塊的地方 這離我們這邊會館不遠 那邊也是龜山在A7站那個地方 插上美國國旗 事情也發生了 整個這是他們插旗的狀況 這是美國軍事佔領旗 整個工業區那邊都是小型工廠 整個全部插滿 工廠 連那個檳榔攤我們都沒放過 全部都插滿 連那個土地公廟都會被拆 所以土地不保 所以連土地公廟都要插好 然後我們寄的存證信嵐給他 然後我這邊要 那個因為昨天有最新的消息 那個前天他們是 我聽那個田中先生他是講說 他們已經有回函了 然後聽說那個內政部長有派人來溝通了 溝通那個住戶說不拆了 我這邊要大聲的疾呼 所有的那個全台灣的自救會 你們要就自己的方式 就是趕快加入民政府 就只有這條路沒有其他的路 田中先生他用了三個禮拜的時間 那旗子插滿之後寫了純正信嵐 然後處理完之後 他們已經 已經最新的消息他們已經不拆了 那現在還在處理之中 那我不希望說給那個處理人員太多的壓力 所以那個目前只知道說 租戶這邊反應的最新的消息是 那要原地保留嘛 原地保留 所以 不要懷疑啦 西拉雅的那個原住民 他們連土地權都沒有 連被承認是原住民都沒有 連按照2007年9月13號的 原住民權力選援都被沒示的狀況之下都能夠救了 A7戰的那個祝福 你們每個人手上都有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土地藤本 不用害怕 只要在你們那個需要的地方 插上美國軍事占領旗跟美國國旗 然後大聲的對他宣告 不用等他起訴你 你直接用純正信嵐向他起訴 看看他怎麼處理 我希望說每個學員回去 能夠那個不用害怕 把美國國旗給站起來 那我們歡迎美國 來親自來保護我們本土台灣人 趕快把這個流亡政府的體制 給趕出去 因為沒有法所以沒有違法 我到現在為了這句話還是很生氣啦 好 今天去庫典 簡單介紹到這裡 感謝大家 樓下用餐 樓下用餐